3. 中共国基成狼世界 1. 唯老不尊 传统的中国老年人 因为其智慧和经验 自尊和仁厚 是社会中最受人尊敬的群体 清朝康熙帝 曾经两次在畅春园和乾清宫 举行千首宴 宴请65岁以上 蒙、满、汉、文武大臣 以及治世人员达千人以上 乾清宫的两次宴席上 康熙与父习老人们非商饮宴 皇子皇孙们势力官吏 并为老人们针灸 为纪念这两次盛会 康熙帝集席有父 千首宴诗一首 并命大臣们赴诗济试 广场舞大妈真是太强大了 只要给他们一个支点 哪怕在月球上也可以跳广场舞 时至今日 很多老年人的行为 却常常令人侧目 广场舞 暴走团 扰民引起投诉 已经不是新闻了 2017年6月 洛阳光昌武老人 统年轻人争夺篮球场 不惜对篮球少年挥拳相向 各式各样的碰瓷 讹诈 手法花样百出 受害者有冤难深 有苦难诉 造成老人不敢扶 儿童不敢护的社会怪象 一位老人自己故意往车上撞 想讹取赔偿 还理直气壮地说 我这不是老了吗 意思是 自己年龄大了 做别的事做不了 为了弄钱 就做这种坏事 自己还觉得理由很充足 一位老人在公车上 因为一女孩不肯为其让座 竟然一屁股坐在女孩身上 有些城市甚至出现了 老头户外集体买春的不堪情景 有人调侃说 不是老人变坏了 而是坏人变老了 这样的事情绝非偶然 中共建政后出生的几代人 渐渐步入老年 他们成长的年代 恰好是共产党发动的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时代 这些人不但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反而被灌输了中共的阶级斗争学说 骨子里是邪灵埋下的恨 他们亲历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 有些人自己就是红小兵 红卫兵 他们的种种不文明举动 无非是延续了年轻时候 中共培养的行为模式 寻问后才得知 女儿竟遭到邻居一个62岁老人的猥亵 二 奸华早熟的孩子 中国很多小孩子 在家长和社会的耳濡目染之下 表现了与年龄不相匹配的早熟 他们什么都懂 而且非常奸华 有的小孩子直言不讳地说 长大后做贪官 做什么样的官呢 做贪官 因为贪官有很多 某电视剧里 有一段小孩与大人的对话 前反贪局长的儿子还是个小学生 说他们体育课要想踢球就得行贿 他都交了钱 最后还是连个替补也没当上 气得鼓鼓的 他自己也有生财之道 同学要抄他作业 他一次收费五块 行情不好的时候收费三块 小小年纪就有了与孩子的童贞 完全不相符的人生感悟 不花钱办不成事 现在都这样 这是电视剧里的情节 为了不破坏中共的主旋律 这些反映阴暗面的东西极其有限 现实中的故事只能比这更厉害 某14岁少年的表演唱火爆网络 其表演下流猥琐 网络评论说他的表演骚气十足 任何正常人看了其表演都会觉得恶心反胃 14岁本应是天真浪漫 长身体学知识的年龄 却被糟蹋得没有人样 最可怕的是 这样的下流演出受到很多人的追捧 让人情何以堪 近来大陆直播平台出现了 小学生等未成年人脱衣裸体直播 有一名自称2005年出生的小学生 在与调查者微信对话中称 他做裸体直播不为钱 就是为了好玩 他还自豪地说 他在他们班里粉丝最多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中共鼓吹物欲 刻意毒化的社会风气 造成了千百万这样的少年 谁又有能力消除其恶果 三 两性道德崩溃 真结的两性道德 正常的夫妻关系 是神规定的 人的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庸说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 及其智也 查乎天地 性关系的紊乱 是一个国家衰亡的先生 罗马帝国的衰亡 旁背古城的被毁 跟性道德崩溃 关系极大 圣经中记载的索多玛 和俄摩拉两座被上帝毁掉的城市 也充斥着银邪之势 中共的前三十年 在社会上推行禁欲主义 高级领导干部却淫乱成性 据说被毛泽东玩弄的女性 达千人之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中共虽然在政治上 仍然紧抓不放 但在私生活领域 却有意放纵民众堕落 中共深知 只有把民众变成 自私 冷漠 贪婪 淫邪的个人 他们才无兴趣 也无能力关心公共领域 中共就可以随便折腾了 各级党官的包二奶 养情妇自不必说 普通百姓也推波驻流 造成两性道德的大崩溃 各种各样的色情场所 遍地开花 地下红灯区林立 按摩 洗脚 发廊 会所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有这样明目繁多的色情场所 据统计 中国妓女已多达两千万 其中职业妓女就有四百万 中国的所谓门户网站 甚至中共的官方网站 新华网 人民网 挑逗性的文字和漏股的图片 视频比比皆是 想回避都回避不了 为了反映当今中共官员 淫乱生活的糜烂程度 网民曾对全国官员 讽刺性地设立了包二奶大奖赛 并选出九项冠军 如包养情妇多少的数量奖 情妇文化程度高低的素质奖 还有什么学术奖 青春奖 管理奖 灰金奖 中共官僚的荒淫无耻 可见一斑 以中共对社会的极端严密控制 如果真想扫黄 绝不可能听任色情泛滥到如此地步 唯一的解释就是 让中国人的性道德崩溃 就是中共的既定政策 也是共产邪灵最终毁灭人的重要手段 史学家认为 社会的淫风 罗马人的纵欲 是古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社会的全面淫乱 跟古罗马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近年来某些大城市的离婚率 甚至超过50% 性病艾滋病的泛滥 是性解放潮流的直接恶果 因为政府的掩盖 外部只能了解冰山一角 淫乱带来的更多社会恶果 正在吞噬着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 4.各行各业全面堕落 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 正常社会中有三种人不能堕落 一是教师 二是医生 三是法官 教师 教书育人 告诉下一代如何辨别是非 善恶 美丑 医生 救死扶伤 法官 匡富正义 这三种职业都需要信仰和操守 他们的败坏 将会使社会机体 大面积腐化 其实 关乎社会机体健康的核指这三种职业 中共垄断一切社会资源 使社会整体道德堕落 没有底线 触目惊心的制度性腐败和政府黑社会化 使中共官员成为人类社会最大的怪胎 法官公然在法庭上说 你别跟我讲法律 本来应该为人师表的老师 猥亵强奸女学生 本来应该用客观中立的研究 推动社会发展 增进人类福祉的学者 科学家 利用公众对学术头衔的信任 出卖良心 助恶为虐 曾经被称为白衣天使的医生 成为活摘器官 谋取暴力的杀人恶魔 就拿曾经被称为 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来说 他们的道德水平 理应代表这个社会的高端吧 可是学术领域 反而成为腐败和弄虚作假的重灾区 学术领域的道德沦陷 可以说把中国人技术创新的路给堵上了 2015年3月 英国BMC出版社撤回的43篇 射假论文中 有41篇出自中国学者 2015年8月 知名学术出版商 施普林格·自然 撤回64篇论文 这些论文全部来自中国 2015年10月 著名学术出版商 艾斯维尔撤回五种期刊的 九篇学术论文 全部来自中国 2017年4月20日 施普林格·自然一次性撤销旗下杂志 肿瘤生物学2012年至2016年发表的 来自中国的107篇文章 这些文章被认为涉嫌同行评审造假 也就是系统性有组织的学术造假 今日中国 竟然出现了世界历史上 都闻所未闻的一些职业 上文提到的碰瓷 只是其中比较低档的一种 2017年7月 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兴 误入传销骗局命丧天津 年仅23岁 各界关注此案 更多的暴力传销骗局浮出水面 电信诈骗金融诈骗 把拐来的孩子弄残 上街乞讨赚钱 职业乞丐使用Q2码 收银机乞讨 杀人卖器官 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令人闻之色变心惊 5.周期性的集体脑残 1989年之后 中共为解决其周期性的政治危机 又顾忌重演 制造敌人 挑动群众斗群众 煽动邪灵 直入中国人身上的恨 挑起仇外排外情绪 例如利用1999年 中共驻南斯拉夫领馆被炸事件 发动反美大潮 2005年反日 2008年反法 2012年反日 2017年反韩 大量年轻人被鼓动 甚至是在中共基层组织 或者特务机构的组织策动下 走上街头 打砸抢烧 砸毁中国人的日系车 韩系车 围攻法国超市 砸肯德基 这些人被称为爱国精神病突发 港媒则称呼这些炸炸呼呼 动辄骂人汉奸的群体为网路红卫兵 讥讽中共终于羊骨成功 最为荒谬可笑的是 中共为了在网路时代继续操控舆论 培养了大批所谓的网路评论员 语情引导员 因为传说发个帖子赚五毛钱 这些人被称为五毛党 比五毛党更进一步的是自干五 即不领薪水 自带干粮的五毛 近年又涌现出一个新的群体 盲目维护中共的年轻网民 被称为小粉红 这些可悲的年轻人被中共植入恨 灌下了大量的迷魂汤 又无法看到红墙外真实的一切 只好任凭集体脑残 爱国精神病周期发作